五角大楼的一系列报告显示 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制造的某些领域 关键材料的唯一供应商来自中国 意味着美国能否如愿发展高超音速武器 主动权掌控在中国手上 而这正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2020年3月2号报道 美国国防部已经启动一项 关于高超音速工业基础的深入调查研究 以了解美国在高超音速进攻和防御技术方面存在的弱点 这不调查不知道 一调查吓一跳 这一次研究调查得出一个重要结果 根据美国国防部负责现代化研究与工程的主管 马克·刘伊斯3月2号对记者说 由他和负责采购的助理国防部长凯文法一 领导的新高超音速作战室已经建立 新成立部分的任务是确认高超音速武器供应链中存在的关键节点 那么这个关键节点是什么呢 目前美国的愿望是能够有能力规模化生产高超音速武器 但是这面临着重要的问题 虽然现在美国已经有能力发展新的概念 制造原型机 但是想要批量化规模化生产 这里面牵扯到供应商的问题 刘伊斯表示 我们美国的超音速工业基础现状究竟如何 它是否能按照我们预期那样展开大规模生产 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美国国防部的这次调查 就是希望能尽量消除这种难以控制的不确定性 但是不幸的是 尽管这一次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要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工业基础和制造能力 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国防部现在并不清楚美国工业界 是否具备实现这种能力的材料或技术 引起了人们对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严重关切 特别是涉及高超音速导弹需要的高端材料和导弹设计知识方面 在某些领域 关键材料的唯一供应商来自中国 而这正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 尽管美国希望找到更多的供应商代替中国 但是短时间内恐怕很难实现 而这种关键材料只有中国能够提供引人侠想 很多人猜测这种材料可能是稀土提取物 毕竟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稀土开采国和出口国 而稀土又被誉为工业黄金 是现代工业中必不可少的矿物之一 因此很多人推测 美军缺少的材料可能就是稀土或者稀土提取物 毕竟稀土的作用太广泛 能用在导弹、智能武器、喷气式发动机、导航仪 及其他相关现代军事高科技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